那這四個新肖都是適宜 搬家、買樓、裝修是可以的 但我們剛才說了范太帥的新肖 是只可以做一些中長線的投資 不適宜短炒 其實市場無論好或不好 都有些朋友是適合買樓的 2024年最合適置業的新肖就是有范太帥的新肖 其實中文說一喜黨三樁 無喜是非來太歲當頭坐無喜哪有 范太帥的年份其實當然最好是有大喜是中喜 包括結婚、添定 但結婚添定不是下做到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建議 如果這些朋友剛好需要置業 那不如買樓 但買樓不是炒樓 范太帥通常財運不一定好 但你說長線的投資或真的有這個需要的話 都是一件可以提升自己運勢的好事 四個分子是范太帥 熟龍、熟狗、熟牛和熟兔 龍是本命年 多數來講是影響情緒健康或沒有那麼開心 而九這個叫做天羅地網的雙蔥 這個雙蔥是沖著土 其實是代表著地方的變遷 搬屋 這類的東西是相對上比較多 所以熟狗的朋友 無論你願意或者不願意 很大機會是要搬的 可能你說在租樓 剛好業主又要收回 所以也導致你可能有機會買樓 而熟牛和熟兔的朋友 亦都是在我們來講是犯太歲 不同程度的犯太歲 牛是破太歲 破人際關係的破壞 而兔是第二年的犯太歲 去年是本命年 今年是害太歲 害是代表著陷害的意思 那這四個生肖都是適宜 你說搬屋、買樓、裝修是可以的 但我們剛才說了 犯太歲的生肖 是只可以做一些中長性的投資 不適宜短炒 剛好要買的 是可以考慮買的 適宜買樓 買哪裏比較好 當然看回那年的九宮飛星盤 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長遠計都是要住的地方 還是跟回自己的命格適合住的地方 例如你利火 本身是南區比較適合 利木東區比較適合 利水北區比較適合 利金西邊比較適合 但如果你說 我也想想那年的交頭 哪裏會比較活躍 哪個區份 或者是可以轉流快一點 我們看回當年的九宮飛星盤 在我們來說 在甲晨龍年 西面是病才到的 即是說 可能傳統上 西九龍 西環 西元盤 這些是會有少少落後於大事 東南位也不是那麼有利 反而南和北是非常之好 即是正南正北是挺好的 即是北邊 可能是香港北、新界北 也都在我們來說 南區、傳統豪宅區 都會是相對上比較活躍少少 東都不是差的 東區都是可以的 還有現在我們說 九雲來講 始終北邊有水是比較好 即是說 由中環到北角區 都是望到水的位置 在未來的二十年來講 是相對上的財運好一點 所以大家可能會容易追捧一點 但買哪個區份 其實如果你說 長線來講 你買來投資 其實跟那年是OK的 但真正自己住 都是要適合自己的命格比較好的 我們其實比較著重的 所謂偏財星的 就是這個 六八這個星 在東北位 你可以在客廳東北位 放一些象徵著一些財運的東西 譬如本身皮休 金元寶 醉寶盆 這些都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現在最當旺的星是九指 九指本身是火星來的 是喜歡一些光和熱的東西 譬如放一盞燈 放一些果實類的東西 那它也是起興星來的 可以吹旺少少 這個當旺的財星 如果過年期間 一些大金 大吉 我們放在西南位 西南這個位置 都是合適的 都是可以旺財一些植物 通常我們要旺財的 一般來講 放一些大葉植物 都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如果你說 來年我們將東北 和西南收拾好小小的位置 有時中國人說 財不入烏門 即是如果你的房子 有很多雜物 其實錢是不能進來的 而當旺的位置 我們都要收拾好小小的 放好一些東北和西南 至於正北八百財星 都是一個剛剛過了氣的財星 其實它還有少少餘力 不是說一走就立即沒有了 那我也覺得 八百正北這個位置 是可以放少少紅色的東西 都是可以令自己的財運好一點的 至於西北就是文昌位 如果你說我靠寫東西 或者寫劇本 或者一些廣告創作的朋友 這個位置 這個靈感這個星 其實你都需要吹旺的話 這個也是我們升職 打工一族的朋友 比較重視的星 是一個文昌星 那麼西北這個位置 可以的話 放四支的富貴竹 因為四鹿本身是熟木的 是一個文昌星 水木雙生 用水去吹旺四鹿文昌星 數字也是四支 是最好的 如果你說我放一個白色的花瓶 然後放四支的富貴竹 在這個西北的位置 我們做一些 有很多現在做一些自己做一些KOL 或者是自己寫東西 一些自媒體也好 一些自己希望自己有名氣運 創作運的朋友 這個西北這個位置 是需要去吹旺一點點的